你特別提到要把人、錢、商品、機構者 跟參與者有足夠誘因 要力拼台灣成為亞洲自然管理中心 然後金管會射出五件 這五件包括五大金融科技發展的策略 包括擴大容錯空間 也包括鼓勵打團體戰 第三個探索金融科技的發展的機會 來幫忙金融業轉型 第四個支持純網路的金融發展 第五項是全方位引領金融科技的發展 我相信大家都數目以待 我們要先請主委來把你的架構 在台灣成為亞洲自然管理中心的路上 我們做了哪些準備 是 謝謝主持人 我想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接受邀請 針對我們現在在推動的一些政策 跟國文報告也跟各位觀眾報告 我想剛才主持人提到就是說 我們亞洲自然管理中心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要推動 台灣為這個金融科技的一個重鎮 剛才有提出那個五個策略 那我想說第一個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所謂擴大容錯空間 各位知道創新需要有一個 可以容錯的空間 過去我們在鼓勵創新的時候 有兩個很重要的這個機制 一個我想各位聽過 就是我們的堅尼沙盒 堅尼沙盒 我有一段時間看大家 這個興致忡忡 後來他們好像都沒有預期的效果 對 主要是這個部分 堅尼沙盒 如果各位有稍微有研究可以知道 就是說他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現在 你不是一個金融業 但是你有個好的方法 你想要做一些 比如說金融創新的東西 但是你沒有不具有這個特許的身份 這個堅尼沙盒條例呢 它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暫時排除 你在這個地方的限制 可以讓你先試做 那所以過去我們推動 以上大家就陳竹 剛剛主持人講的 大家興致勃勃 但是呢也開始很多案子 這個推出 不過呢跟各位報告 就是這個案子從我們推動到現在 大概總共這案子 只有17個案子 最近我們還有收到一個 這樣各位聽起來 就是不是很多 確實這個就是面臨到一個困境 就是說這個堅尼沙盒呢 最重要的是我實驗完畢 以後我最重要變成這個具體能夠操作 金融科技論壇 大概七八年前 那個換名片 滿滿的 然後那一場大概有三五百個人 很多人 大家都是滿懷希望 但是我相信跟我換過名片 現在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那當然這個創新是一條路 在金融創新 更是一條艱辛的路 那我剛剛提到 經過沙盒實驗成功以後 即便成功以後 我剛才講 剛才那個豁免法律的適用 只有一個期限 期限過了你就恢復原狀 所以你還是要面臨到法規的限制 那還要靠立法院去修法 才有辦法讓你落地 所以這個成為它很重要的限制 所以這是我們來做的時候 我們也開始去研究說 我們這堅尼沙盒可不可以怎麼樣去做一個落地 再做一個修正 但是我們覺得最重要另外一個機制 我們叫做業務事辦 業務事辦從我們過去 這個開始來實施以後 確實引發了蠻大的這個效果 如果各位還記得前陣疫情的時候 我們這個很多的比如金融從業人不能出門 那時候開始發展所謂遠距的金融服務 比如遠距投保 遠距視訊這些 開始造就了很多事辦的業務 這個倒是成績不錯 我們總共在過去有103個案子 總共有80幾個是成功的 那我想我們這次想要推動 這個金融科技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我要把那個事辦的範圍擴大 剛才提到堅尼沙盒牽涉到修法不容易 但是我們還是會來努力 到事辦這部分我們會把它大幅的打開 希望我們這個金融業把所有好的點子 跟科技有關或跟科技沒關 但是是整個流程或是創新 只要對消費者好的 我們都希望他來做 我想我們已經放寬了這些法令 期待我們整個金融業好好來大展拳腳 這是我們在金融科技上面射出的第一支箭 那第二個我們希望說 台灣畢竟金融規模比較小 不像國外發展一個科技 它可以有很大的市場 那我們這次鼓勵就打群體戰 我們做的第一個法規鬆綁就是說 我們希望以後金融業 如果你發展這些技術跟科技可以計轉 過去各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因為過去我們的金融業是個高度堅定的行業 它的業務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如果說你有個好的技術 你只能自己用 那這樣的話我們把它放寬以後 你可以把它類似技術移轉 那可以做成本的分攤 那這樣的話可以增加我們投入的誘因 也可以開始組成一個合作的團體 或很多次所謂科技的倒不是他變成半導體 所謂AI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全世界的金融競爭裡面 數位化科技化是未來的一條路 所以我們持續的希望我們金融機構能夠在金融科技上創新 金管會會給予很大的助力 剛剛提到只是兩個內容 其中蠻有很多很多的這樣的政策會推出來 然後來協助整個金融業創新 我想剛剛主委講的五支劍 台灣在金融科技的路上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現在看起來 台灣如果以金融業現在實力 對比我們現在在半導體 或是台灣在科技產業的相對全球的競爭力來講 台灣在金融業相對還有很大空間 也就是說 我這邊稍微看了一下資料 這期金融科技產業特別提到 他說兩百兆常戶移民 所以台灣金融中心天時已到 就是現在台灣真的是有錢 那這裡講七十兆就是說 本國銀行超過六十兆 那再加上我剛才那張表是五十八兆 但是在經過時間修正以後 這是去年底 現在一定是六十幾 加上財管業務達七十兆 然後保險業的總資產將近三十六兆 所以這幾年也在討論那個RBC 就是說我們因為避險 每一年攤提到很多的這個這個支出 又在上面變得很不好看 那有些受險公司還被迫要增資 那同時證券跟投信 手握金融資產一百三十兆 過去來講證券是小小的 在金融業裡面大概小咖 現在看起來投信跟金融業都變大咖 就是說這些我認為很大的改變是在過去我們比方說外資賣一下臺股 賣完又外資只要一出手賣超 臺股立刻又蹲下去了 現在後來發現外資現在一賣臺股很穩 為什麼 因為ETM那個買盤就把他頂起來 投信力量相對大增 像這一次這樣援大過去 他以證券為主 除了他對照 他跟副邦國泰那種傳統的大型的金控公司 他其實是小屋見大屋 但是這幾年你也看到 援大以證券為主的金控 他的市值也到四千億了 這四千億就他證券 他現在他獨大 這個獨大以後他也創造 他坐邊非常大的效益 好那我們也看到臺灣超而持續 剛剛這個主委在講 連續四年都超過三兆以上 那現在到了三點四兆 這個是臺灣現在的天顯 也就是說我們的實力 但是如果以臺灣現在的 在整個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 你可以看到在兩千零八年的時候 我們是二十四名 到兩千零九年是十九名 但是後面我們到二零一年是掉到七十五名 去年到六十三 這個就以臺灣現在的 我剛才在講說 臺灣科技業的實力 跟金融業實力的評比 比方剛好講 臺灣的股票市場的市值 現在全球第十大或十一大 但是我們在金融管理的 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指標 我們是排名很後面的